無論是對全民發表演說 巡視戰地 或是戰後首度出訪華府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總是一身軍裝的打扮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外界看到澤倫斯基 捨棄了西裝領帶的知識穿著 改裝印有烏國國徽的橄欖綠T-shirt 烏克蘭軍用品牌M-TECH 羽絨外套 搭上軍用褲以及靴子 顛覆外交禮儀的穿搭 明顯傳達他的領導風格 以及烏克蘭上下團結 為一致抗惡的愛國信念 M-TECH執行長透露 澤倫斯基早在二零一九年勝選上任後 就改穿國產品牌的衣服 M-TECH的保暖外套就是其中一件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澤倫斯基非抵華府 進行開戰後首度的外交出訪 他的軍裝穿著 加上不修蝙蝠的臉孔 透露最高將領在戰時對外表達 急需國際奧元的明確訊息 澤倫斯基透過軍裝 向國際社會表達烏克蘭對抗 俄羅斯的鮮明立場以及態度 而他引進據點 以人為本的演說 則消滅了軍裝背後隱藏的極權意識 成功樹立他的領導形象 澤倫斯基的軍裝穿搭 帶動烏克蘭新的時尚風潮 總統穿過了橄欖綠T-shirt以及軍用外套 成了國民服飾 不分男女 成了人手一件的熱銷品 感流行的背後 是對國家以及軍隊的支持 M-TECH十八年前創立時 是烏克蘭第一家軍用品店 二零一四年尊嚴革命霸出了 前總統雅努科維奇之後 M-TECH開始製作軍裝 誕生於革命 因戰爭而更強硬 成了他們的品牌精神 厄屋開戰之後 M-TECH的產量增加了三倍 主要供貨給前線的士兵 其次才銷往民生市場 服裝透露了許多思維和暗喻 澤倫斯基透過穿搭 傳達了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堅決立場 也成了烏克蘭爭取更多國際支援的 利器之一 公視新聞 張淑芬編編譯